我的馬兒就這樣子離開人世了 拜託 正常一點好嗎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歡迎來到方舟生存經話,我是老頭Odderman 我們今天這一集又在開了一個新的模組系列 老頭最近又找到了一個還不錯玩的模組 國外的實況主也在玩 叫做原始恐懼模組 那這個原始恐懼模組呢,其實跟起源好像有點雷同,但是不是同作者我就不曉得了 然後呢,你們看到老頭怎麼會身在先進傳說這張地圖呢 因為呢,經過一些研究,老頭自身的研究啦,發覺這一張這個模組呢 裝在先進傳說地圖裡面算是最恰當的,因為他裡面有一些生物也有一些施救獸之類的 這個原始生存呢,一定就有人說 老頭,你這個不是原始生存地圖嗎?怎麼開始裝恐龍模組了 好,沒關係 老頭已經先想好了 雖然這個已經被我萬年復堅的停刊 萬年復堅停止連載的這個 原始生存先進傳說呢 雖然連動都沒有動,但是呢 我還是以防萬一的幫他做一下備份 就是把他的紀錄檔 備份到第15集 之後呢,這有點類似就像是 該怎麼講,類似像平行世界 你們應該有看過 看過那些 蜘蛛人的那些 像是什麼史詩啊,或者什麼的那些 威曼有沒有 是曼國還是威曼 抱歉喔,講錯了 更正一下 他們不是也常常出平行世界嗎?對不對 所以說呢,這個系列 也算是個平行世界啦 好不好 就不用太計較了 總而言之呢,你們想看的是看新恐龍嘛,對不對 所以說呢,老頭就把模組丟進來了 然後 裡面呢,也有一些些許的一些 建築物之類的 這些到時候一一來講解,我先大概稍微講一下 該怎麼說起呢 這個模組呢 他有很多種恐龍的種類 應該是說他們會有他們的一些階級 他們的一些階級的話呢,大概就會像是 我看一下,我給你們看一下 像是這個地方吧 他們會有分這個類似像是 這個不是,這個沒有階級,這是大家都通用的 像是這個T-O-A-K-S-I-C T-O-A-K-S-I-C 應該是要念嗎? Tagashi階級的 然後呢,還有分 還有分什麼 Alpha階級的 還有分 這個頂尖吧,APX應該算是頂尖 頂尖階級的恐龍 還有呢,就是類似這個是原始恐龍 原始恐龍 這個是ORANGE的恐龍 他其實ORANGE的 ORANGE的 怎麼講,ORANGE的是比 其他的更上一階啦 總而言之這只是一點點,還有其他的我還沒講 所以說這個模組其實恐龍種類非常的多 應該說他們的一個階級概念非常的多 然後呢,各位看一下這是什麼 這個算是一般的麻醉效果,應該也不算是 對啊,算是麻醉效果啦 他上面寫說會補滿你的血 但是呢 會有什麼 9X 9X的機率 會讓你睡著 就是麻醉睡著 暈眩 這全部都是 只是他這個%數不一樣而已 18X的機率睡著 但是會補滿血 每一個都是會補滿血 但是呢都是有機率去睡著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實際上的用意是什麼啦 好不好 應該就是 麻醉恐龍用的啦 然後又可以幫恐龍補滿血 又可以麻醉 應該是這樣子吧 然後最後一個的話 最後一個的話效果好像也是一樣的樣子吧 只是他比較長 抱歉 有點看不太懂 總而言之呢 他這邊有很多一些 這些狸狸狸狸的道具 這些狸狸狸狸狸的道具呢 不知道歐不OK 好不好用不曉得 待會老頭會帶一點 今天呢 我們主要的目標 就是 帶完這些材料之後呢 我們就要開始 去探索這邊新恐龍的未知領域 然後你們看到這邊也有很多個子彈 那老頭呢 各弄了50顆 不知道為什麼要弄50顆呢 因為老頭不知道 這些恐龍 的馴服方式 是不是依照這些子彈的一些階級 像是這個Takashi的這個 算是 算是麻醉彈吧 但是呢 我不知道他是 針對這一個 階級的恐龍 還是說 沒有這個是頂尖的 頂尖的麻醉啊 反正總而言之我都不知道這些 用意是什麼 反正待會就揭曉了 好不好 讓我稍微準備一下我們要帶出去的東西 因為這還沒講 我忘記跟你們講 還有這個啊 這個呢 這個是類似就是有點就是 減少你的飽食度 然後呢 持續30秒 應該說30秒內 30秒內會減少你的飽食度 這個應該是拿來餵恐龍用的 啊 就是你要馴服嗎 你一定要讓他肚子餓嗎 就是你要餵恐龍 讓恐龍肚子餓 你比較容易塞食物給他吃馴服他 這大概是個作用 然後呢這個應該算是清醒 上面標題寫 V卡 類似就是清醒藥 暫時恢復你的體力跟你的耐力 應該就是恢復你的血量跟你的耐力的樣子吧 然後呢但是你的肚子 你的飽食度會直接掉直接扣100 就是直接歸零的意思 他這邊好多功能的東西 其實說真的還有很多東西要講 不過沒關係來不及講我們下次再繼續講好不好 我們現在 時間也不多了要趕快去外面找一下新恐龍來玩一下 好不好 讓我非常不多說好我們就是 騎著我們的阿根 阿根廷 待會 物品來準備好一些道具 我們騎著阿根廷準備出發 好不好 基本上呢這張 這個模組的他的恐龍的數量大概 應該是說種類啦 多達200多種吧 欸 你剛講一下前面就有一隻 奇怪的馬兒 我們來看一下 這什麼階級的阿 他沒有講階級耶 他直接就英文字 NALIN 可不可以射暈阿這傢伙 對他開槍看看好了 我在上面可以拿狙擊嗎不行 欸這邊有一隻 欸 毒細的 我們先來抓這隻來試水溫一下好了 我們這次裝一下 既然他是毒細的 還是說我們可以隨便用阿 用個阿法子彈打看看好了 好不好 搞不好都是通用的啦 只是 程度上的不同阿 唉唷一槍直接暈倒了 果然威力不同反響 那這個馬兒呢 我們把馬兒射暈看看好了 馬兒 喔 需要好幾槍 OK我了解了 就只是 子彈上面 威力的程度不同而已阿 所以說我們用最高級的就好啦 呵呵呵 最高級基本上全部都一槍暈嘛 對不對 好不好 來來來來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 他這個感覺就跟起源模組其實 蠻蠻雷統的我覺得 還蠻雷統的阿 那我看一下我要怎麼抓他喔 我看一下有點忘記了 他這個是 飽食度下降是不是 給他吃一個 有沒有 大概是30秒內掉100 可見已經看超過一排 超過100了 沒關係這掉的還蠻快的阿 那這傢伙應該是吃果實還是吃肉 吃生肉吧 給你吃一塊肉看看 我有點忘記要吃什麼 抱歉 他現在打呼 他打呼的聲音 還蠻大聲的 可見他非常的 非常的勞累阿 我剛放了肉呢 算了他可能吃果實 給你吃 不吃果實 肉在這裡 等一下 他是不是吃那個阿 紫色果實阿 這邊可以挖 靠北要見紙虎 神小 幹什麼東西 走開 給我走開喔 不要鬧不要鬧 不要鬧 不要鬧 不要鬧我跟你講 我去找一下我們的龍阿 那個 找一下我們的雷龍拿一下紫色果實好了 我記得這些生物的恐龍有一些是只吃 只吃那個果實跟那個阿我想起來了 那個恐龍是吃飼料打 哎呀尷尬啦 這個飼料怎麼做阿我說真的 完蛋了 嘿嘿嘿嘿 完蛋了 沒關係我們先帶植果 植果有時候還是有用的 我先回去看一下工作台好了 我都忘記了 那種恐龍是吃比較特別的飼料阿 我卡條了 走開阿這個伊特龍 在那邊擋 尷尬了尷尬了 我來看看 消耗品 這個吧 我看看啊不是 這是更高級的這個是通往更高階的道路 應該不是這一個 應該不是這一個這是更高級的東西 奇怪 奇怪阿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在哪裡阿 支援嗎 不是真的內元素碎片阿 他要吃的是不是恐龍的血阿 這是裝備的不要理他 我看一下是不是恐龍的血 應該是恐龍的血喔 就是那些其他生物恐龍的血 好吧 那既然是這個樣子 我勉勉強強 把他給殺掉好了 看會不會獲得什麼東西 好不好反正這個 這個無恥翼龍呢多的是有沒有 殺掉一下 也不會沒什麼不好啦 在這邊有一隻阿法的 阿法的雷龍 夭壽喔 這樣講可以 要不要把阿法給殺了 我們那隻阿醒來的不會吧 好在這裡 把他給弄死好了 喔有啦有拿到血阿 有啦有拿到血阿 到時候再用這個血 那個血在哪裡 到時候再用這個血去馴服啦 有沒有 好 那這隻勒 這隻馬兒呢 這隻馬兒呢 這隻馬兒他是吃什麼的 沒關係我們先讓他肚子餓一下 這個沒意外可能就果實了吧 真的還吃果實 真的耶 家好少喔我的天啊 還是你吃肉肉 給你吃大腿肉好了 你有沒有靠馬兒吃生肉阿 那感覺蠻屌的有沒有 來再給你吃一點不一樣的東西 這邊有更屌的東西 不准吃果實 吃肉 好啦他不想理我 其實他應該更準確來說 他應該要吃紅蘿蔔才對的啦 不過我們只用這種方式馴服了 好吧 沒關係 慢慢來 而且我發覺我忘記 What the hell 幹什麼東西 走開 不要在那邊鬧 而且我發覺阿 我好像忘記做傳送門了 現在更尷尬了 我們待會回去做一下傳送門好了 我們材料應該都充足 好先把他馴服起來 馬兒哥 馬兒哥起來了 馬兒哥 咩咩咩咩咩 可以直接騎喔 哇可以直接騎乘喔 我們先把老鷹放在這裡割制好了 喔靠 好好好 你是會直接飛還是怎樣啊 哇这个馬兒會飛 太屌了太屌了太屌了 我攻擊5千多 飛天馬兒 那我們要阿根廷做什麼呢 我們先降落一下 先降落一下 他應該可以往後踢 有 C劍 這是怎樣?幫忙補血嗎? WOW! WOW! SIGOI捏 欸,點一下攻擊力好了 抱歉我怕死 我看一下回血機制,他回血機制其實 很一般捏,他的回血機制蠻一般的 那我們給他吃一下補血的好了 這個好像是瞬間補5%吧,是不是?吃看看 欸,是欸,瞬間補5% 然後這個是5秒內補100%血 2、3、4 這個比較好用 我們去挑戰一下那隻精英雷龍 好啦 在那邊,在那邊 我們後面有很多小夥伴,幫忙攻擊一下 按錯,抱歉 我靠,這精英雷龍不知道搶不搶啊 回到我,揮一下495還好啦 我們這些小可愛血多少 3500還行啦 我踹 哇,又 踹暈了 哈哈 唉唷呀 那 雷龍 雷龍再見 哇,拿到你的Alpha血了 好爽喔 拿了你的Alpha血 哇 開始生物越來越豐富了 他有分階級的阿 最恐怖的是什麼我就不說啦 好不好 我們先回去做一下傳送門阿 這是重點 傳送門不做 準備吃土吧 走走走,我們先回去一下 好,有這隻馬其實 比我拉庚廳還好用多耶 哈哈哈哈 開啟作弊模式 喂 回來,你要去哪裡 馬兒 我的馬兒就這樣子 離開人世了 拜託 正常一點好嗎 走吧,越飛越高了 我該怎麼辦 算 幹,算了 我等一下想辦法 哈哈哈哈 趕回來阿 馬兒你像是氣球般的 就這樣子 咻咻咻咻咻咻咻 然後飛走了是不是 算了算了算了 我覺得我還是先飛上去 把他帶下來好了 呵呵呵 好,請你停止 你的愚蠢行為 愚蠢的行為 我已經吹口哨 為什麼你要一直轉呢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 你說 我再吹一次 聽到了 哇,這個馬只要一爆走 一發不可收拾阿 他還可以點跑速 傻子才點跑速阿 都已經飆成這個樣子了 雷霆和降了 還給你點跑速 你到時候再跟你講 跑速一點 都飆到美國去阿 阿,不管阿 趕快做一下傳送門阿 傳送門要的材料 我先各丟一半阿 可以做了沒 水晶 我們沒有水泥 哎呀,居然有水泥 哦,居然有水泥 沒想到還有阿 那我們就直接做啦 先做一個 這個一出來 再做一個 傳送門 再做一個這個 太好了 通通都出來了 好吧 其實我們這可以多做一點 可以做幾個 我可以做50個阿 再做三個好了 好的 好的 然後 我們那個馬兒在哪裡阿 在下面是不是 來來來來 給你吃一下 以防萬一怕你不見阿 好不好 怕你消失 所以一定要為你吃這個 太好了 這樣子我就會隨傳隨到了 嗯 還是一隻母的 乖馬兒 來 我們先把傳送門 蓋在 蓋在這個地方好了 都可以啦 呵,難得取名字了 待會再說 我們等一下把我們的阿根廷傳回來 作弊模式開啟 等一下 我的阿根廷你在哪裡 我阿根廷 哇 我在那邊 阿根廷回家好好的修養 已經不需要你了 掰掰 再見囉 OK好吧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 差不多先稍微玩到這裡 那下一集呢 我們會繼續的推進 再往前看一下 什麼更新的恐龍 更新的生物之類的 那之後還有一些東西可能沒有講到之後會一一的講解 那這個模組目前呢 老頭是還蠻期待的啦 那也希望各位會喜歡啦 那麼呢今天影片到這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左下角一個訂閱右下角 喜歡歡迎下方留言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這個 原始恐懼模組再見啦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